欢迎回到市场有编 年三十跟家人一起吃团圆饭 是我们华人的传统习俗 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是 相信呢 当然现在很多人就是在跟家人一起团聚用餐 但是现在呢 在菜市路的一座祖屋楼下 正在进行一场相当特别的团圆饭 是 一位善心人士呢 在为住家附近的一些独居老人 准备了团圆饭 和他们在祖屋楼下呢 就度过一个非常简单温馨的除夕宴 马上和梁全进行演线 是的 我现在就在菜市路呢 大牌23号祖屋底层 这里呢非常的热闹 应该有聚集了大概30到40名的 这个独居老人们在这边呢 当然除了华人的朋友之外呢 还有马来族的同胞也到这里了 简直呢像一个小甘榜 这样甘榜情味非常的浓厚 来看一下今天的菜色好了 看一下这边 今天准备了好丰盛 有虾啊 我看到有五香啊 还有这个卤肉 咖喱鸡啊等等 相当的丰富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跟其中一位在这边吃团圆饭的 林先生来聊天一下 林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所以你是不是 每一年都会来这边吃团圆饭呢 是啊 每一年就是我们就来这边吃团圆饭 那今年的菜色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 今年的菜很好 那你觉得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吃团圆饭 感觉如何 嗯 不错啦 因为都是碰到老人家 因为我们一直有照顾他们 他们很高兴 嗯 好 希望你先吃得愉快 待会还有烙鱼生 对不对 好 请慢用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跟陈先生 一起来聊天好了 陈先生呢 其实他每一天呢 都会风雨不改的 为这里的独居老人们呢 准备午餐 当然今天是厨鸡 的团圆饭 会比较丰富一点 对不对 对对对 嗯哼 所以你其实坚持了 大概有十年嘛 每天风雨不改 为他们准备这个午餐 为什么你会坚持这样做呢 哦 我已经带他们 是我一家人了 嗯哼 他们哦 大小时都来跟我讲 好像有生病啊 家里有什么事情啊 厕所没有办法洗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会来找你 对对对 那你本身是同事保安人员 你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哦 我晚上做工 早上就安排给这些老人 尽量给他们高兴 尽量伺候他们 早上下了班 就去巴沙买菜 然后让老婆去煮 对不对 那你一般上一个月 会花多少钱 来准备这些食物 一个月 好像每次 差不多是二十块钱 去买 然后 有时候会买多啦 好像今天 就要买差不多 两三百块啦 平时就是二十块 啊 OK 那今天是 因为除夕业的关系 还原饭 对对 这个菜色比较丰富 对不对 其实 陈先生跟他太太呢 今天早上呢 已经准备了 这个团圆饭的过程 我们也是录制了一段影片 请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我七点回来 因为今天是初七 我就买比较好吃的东西 来孝敬这些老人 今天晚团圆饭的菜色 比平时准备的丰富一些 七十岁的陈金太平时自掏腰包 每个星期一到六都会准备午餐 在祖物里从免费分发给附近 有需要的人 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我买几桌回来 几桌样 我们都是一起煮 有时候 他们要求的东西 好像煮排骨这些 要煮很久 还是煮给他们吃 因为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大家聚在一起 有说有笑 高高兴兴过一个年 今天就会比较多久 要煮准备了 两个小时 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桌上 放在桌上 然后放在桌上 经过几个小时的功夫 饭菜终于煮好了 当然除了陈先生还有的太太 尽一份力之外 其实这边还有很多的义工朋友 像是我身旁的这位林阿姨 林阿姨你好 今天快乐 新年快乐 所以你在这边从事义工的活动多久了 多久了 我们社会服务在这边 义工已经有十年了 那你就是会替他们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我们每次都是老人家的家 我们帮他们洗厕所洗 一切家里所需要洗的我们都会 每个拜日我们都会帮忙他们洗 和有衣 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 大家可以聽到很多攤主們都在賣力的叫賣 希望可以趕在午夜之前清貨 也有很多的訪客趁著這個機會掃貨 不過有許多攤主反應 可能因為受到武漢疫情病例的影響 所以人潮並不如預期 今天是營業的最後一天 許多攤主們都卯足全力 希望可以充業績 包括現在在我身旁 滿身大汗的黃金先生 黃金先生你好 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知道你在這裡的擺攤 已經有十多年了賣果凍 對嗎 今年的買氣跟往年比起來 有沒有受到武漢疫情的影響呢 應該是我看有一點點 一點點影響 可是買的人也是不錯 因為我們有買有送多多 你買多送多 買少我們送只在一個兩個 買送送的 你買多多我們就有送 買少少也是有送 一樣比往年差了一點點 可是沒事啦 只是有一點武漢 稍微一點點 大家都是有買的氣氛 你看好多人啊 好氣氛啊 這有用什麼樣的 就是有沒有削架 有啊 好像剛才在一點多兩點的時候 我們還在賣塊斑 連就看到有一點不對勁 就趕快下價了 下到一塊錢了 連他們就買氣氛了 就再上來了 買的人就是比較多 走的人比較少 現在比較挖了一點點 因為你買多多 我們就給你花啦 給你翁啊 謝謝黃金先生 謝謝謝謝 那麼牛車水的年貨市場呢 將會營業到隔天的凌晨一兩點 如果公眾呢 想要來到這裡呢 會建議乘搭公共交通 因為這裡呢 部分路段將會關閉 那麼待會兒呢 晚上九點三十分 在余東旋路和新橋路呢 也會舉辦新傳媒的 除夕夜倒數派對 到時候新傳媒藝人呢 將會呈現新春的 歌曲還有短劇還有遊戲等 還會燃放兩分鐘的煙花和炮竹 希望可以以這樣的方式 迎接鼠年的到來 我將會在晚間的十點新聞呢 帶來現場報告主播 好的 謝謝嘉儀 其實只要多注重個人衛生 還是可以到外頭去逛逛 可以感受一下這個過年的氣氛 沒錯 是的 在牛車水 除了年貨市場之外呢 就是有新傳媒的倒數拍對 還有新年的燈飾可以欣賞喔 是 整條魚東旋街呢 將會是被璀璨的花燈 給亮起來的 好 這個燈飾呢 是相當的漂亮 我們看到了 還有這個橫掛的四季平安 祝福大家呢也年年有餘 是 今年這個燈飾的主角 是一個高12米的 鼠年造型燈組 可以看到這個老鼠的家族喜氣洋洋 而且呢還有另外十一隻栩栩如生的 各種各樣不同生肖的動物燈飾 是 一千三百多個這個燈飾呢 使用了多大一萬兩千個燈能炮燈啊 這個燈爆還有四千米的燈袋 其實這些燈飾的設計呢 是出自於十三位新加坡科技設計 設計大學的學生之手 是 就是 再次一個燈飾的 在一副大學做出的 我們先討論的 再次我們 我們先取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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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取個 所以今天是年初夕 所以我们也要祝福大家 希望在来年的鼠年 有数不尽的经营才好 那么当然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 是的 在此也要祝愿各 借大家合家平安 幸福美满 也欢迎浏览八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新闻时事面部来 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再次也再次祝愿各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星期见 我们星期见 你也可以上Togo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